那自从跳水公主郭晶晶去年底与霍英东长孙霍启刚结婚之后呢 外界就非常关心郭晶晶何时能为霍家添听 昨日终于有媒体爆出 郭晶晶将于八月产子 而且可能是男孩 并即将母凭子贵获得霍家赠送的市值超过两亿元的独立屋作为奖励 好吧我们提前恭喜霍家了 再来关注另外一件娱乐热点 李杨与前妻Kim离婚之后呢 因为女儿的生日又重新聚到了一起 那Kim也表示 原谅李杨 而近日呢 李杨与前妻Kim的家暴离婚案又有了新动向 原因呢 是因为虽然今年二月 法院已经判决两人离婚 认定李杨的家暴行为成立 那Kim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并将得到1200万元的财产 但是李杨却迟迟为履行判决 那最近Kim通过微博表示 已经向法院提起了强制执行 并晒出了强制分割财产的申请单 涉案的财产共计1175万元 与此同时呢 Kim还晒出了李杨爆粗口 怒骂其变态的信息 在信息当中 李杨怒骂Kim 极度变态 去死了 等比较难听的字眼 让人也不得不感叹 一日夫妻百日恩 那如今怎么会变态